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段飛官宣誓 常去多去常飛多飛 恫嚇台灣民心 不過台灣人也不是被嚇大的 看看最新的民調顯示 如果因為台灣宣布獨立 導致中國武功 是不是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 有五成五的民眾願意 如果中國率先發動攻勢 武統台灣 願不願意為台灣而戰 比例更高 有六成七的民眾願意 激起過半台灣人的愛國心 當然會為台灣而戰 想要保護這個地方 身為台灣人民 應該捍衛自己的國家 對岸攻擊繞台 航母穿越台海中線 軍事動作頻頻 不過越是文攻武嚇 越是反效果 反倒讓台灣人更團結 抑制對外 三連新聞李正道徐桂亞 台北報導